各位飆聞你們好 現在大家都感覺到溫度有點熱 學生已經放了一個很早的暑假 當然要介紹多些潛水錶 讓大家可以出海、做水上運動時都可以戴 不過現在好像沙灘又要風 真的很麻煩 不要緊,戴在手上給大家這個感覺都非常好 而且潛水錶因為它堅固內容 所以都很適合做日常佩戴的 everyday watch 今天這兩隻錶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的 就是Mido的Ocean Star 600的潛水錶 就是chronometer,有天文台認證 我之前也介紹過的,所以我都盡量想簡單些 我真的想說在它這個價位 定價是13000港元左右 在這個定價,即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這隻錶也挺無敵的 為甚麼? 剛才提到600米防水的手錶 錶鏡是43-44mm左右 600米有排氣閥的 還有排水閥的在左邊的位置 然後還有單向旋轉陶瓷外圈 在陶瓷外圈 不可以直接轉陶瓷外圈 這個設計已經很貼心 還有Divers Extensions 總之還有80小時的天文台認證機心 那你想怎樣呢? 13000港元定價 當然有折的,對吧? 左邊有排水閥和排氣閥 當然也有screw down crown 剛才提到,有這麼特別的錶圈 600米防水 有Double Pushes 扣 還有extension 有另外兩個Pushes 這樣就可以按下去 拉出來 這裡目測也有2cm 而且可以微調 慢慢調整,調整到最適合你的粗幼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貼心 在貴的那隻錶很多的潛水錶都不一定有 它沒有做透底,底部有海星 就呼應它Ocean Star 這個藍圈也很漂亮 今天的電筒好像光弱了一地 上次照片好像好一點 還未充電,不要緊 總之大家知道 紫針和小時刻度都有夜光 當然也有日力槍 我並不一定要有日力槍 幸好是日力槍也跟錶面同色 所以看起來比較配合 戴上我7吋的手腕 這隻錶是很有分量的一隻錶 讓我選擇是藍面藍圈 其實還有另一個版本 就是這個 就是黑面黑圈 看起來更沉實、低調 當然現在的藍色也是HIT 如果讓我選擇就會選擇藍色 為何今天要再介紹一次呢? 就是大家都看到 原來現在 我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 但原來現在去買這個 Middle Ocean Star 指定系列的手錶 是可以加送多一條 這些漂亮的帶子 即是利龍帶子 一條是藍橙、一條是黑橙 很明顯 你們買藍色錶面那隻當然是藍橙 黑色錶面就是黑橙 但我也問過老闆 價錢有沒有改變? 是沒有改變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到 佐敦預畫國貨裡面的榮記錶行 亦有優惠的看見 之後再額外 會多一條這麼漂亮的利龍帶 是不是很棒呢? 讓大家看看效果 真的挺棒的 藍色再加這條藍橙的利龍帶 真是夏天的感覺 如果黑色就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黑橙 美中不足 原來這隻錶是沒有快拆功能 即是它的鋼帶很漂亮 有Double Pushers 還有Divers Extension 但可能它推出的時候 就沒有想著這樣換帶 所以你換帶 可能你叫標項幫你做 或者你雙熟的師傅幫你做 你不可以很方便 自己去替換鋼帶 或者利龍帶 但我相信你買的時候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看 你可以決定 例如說 我想主要是戴尼龍帶 那你就換了一條帶才拿走 對吧? 或者你保持著尼龍帶 可能遲些才使用 適合鑽便 就算在這個夏天來說 這隻錶也是最具競爭力的其中一隻 或者是只有唯一一隻 說真的 截完之後 大家優惠價之後 一晚鬆一點 現在還有這條尼龍帶 但本身這隻錶已經很正 600米防水 之後有80小時動力儲備 天文台認證機心 然後錶觀陶瓷 還有這麼有趣的操作 排氣罰 當然有 Diverse Extension 而且它是天文台認證機心 會額外多送一年的保用 即是有三年的保用 整個package 都挺無敵的 如果再加上快刷功能 簡直是完美 希望將來會有 這個優惠 加送尼龍帶 我不知道做到何時 店舖也無法告訴我 即是可能是有限時間 如果大家都想買一隻 正所謂性價比非常高的潛水錶 大家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這個Mido 600米天文台認證的潛水錶 好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地區小點 以及繼續支持我拍片 如果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推動力來的 我會去多些不同的地區 發掘多些隱世的錶行 以及將有趣的手錶和型號 都跟大家去談談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